女主韩汉氏,再次醒来竟然重生到了出嫁前。这一世,她带着复仇之心,再也不相信感情,却意外陷入了感情的漩涡。夜色融融,如浓稠的墨烟,深沉地化不开。喜庆的大红仇,已被血迹浸染,映出一片血海汪洋。 塞尔派逃。父皇手握长矛抗敌,身中竖刀,却仍挂着她的安危。可她话音刚落,便被一身戎装的白疏流砍下手疾。 父皇……北思思撕心裂肺地哭喊,她虽看不见,却听得很轻。当父亲头颅滚到她脚下那一刻,蓄满的泪水终于绝地。杂乱地打斗声中,再次传来另一道声音。 ……思思快跑……为我和父皇报仇。北思思惊恐地转头,可以想象到白疏流正举着带血的剑,狠力地横在大哥脖子上。 ……受死吧……啊……不要……不要杀我大哥……求求你……求你放过我大哥,这是最疼她的大哥啊……泪水早已溢满了她的双眼,几乎是循着声爬到她脚下的。那么卑微……只为求得大哥一条生路,她话音刚落,她的利剑便扑呲砍下大哥的手机。 ……血溅到她的脸上,还带着兄长身上的温热。她震撼地张着嘴。无法置信自己最后一个亲人,倒在脚下……为什么……为什么这样带她……这样对她的家人。她陪她出生入死,几次三番救她性命。借她兵权平定西楚国内乱。甚至害瞎了自己的双眼。却换来夺她山河。杀她亲人……因为你不配……男人冷冷地勾唇。眼底除了讽刺……还是讽刺…… 你中毒我替你吸出来。你落牙我陪你跳牙。你背负我单枪匹马来救你。你想让西楚国像北周国一样,拥有御寿军队。我便偷偷拿了父皇的御寿秘诀给你。而你呢?不是我不配。是你从一开始就在利用我。 利用……你问得很好……若不是楚楚说出所有真相……本太子到现在还被你蒙在鼓里…… 北思思……你好手段啊……楚心积虑要当太子妃。不惜将楚楚为我做的所有事。统统归于你的功劳……你宁肯信她……也不信我……我从未爱过你……今生今世……我只爱过她一人……从未变过……呵呵……好好好……指甲深深掐入掌心。 却仍紧紧钻着御簪。这是你当年送给我的定情信物。今天我要用她杀了你……她亲手握着长剑。没有一丝迟疑地穿破她心脏。那是她曾深爱过她的地方。 北思思无彩眼睛里,透露出了不可置信。我的孩子……你连我们的孩子都不肯放过。刘哥哥……你怎么可以杀了思思……她都有了你的孩子……情楚楚崩溃地锤打身旁的男人。眼泪绝低地跑到她身旁,冷笑着勾唇。 嘿嘿嘿……既然你快死了……我不妨告诉你……你被强暴是我安排的。你的眼睛是我弄瞎的。你在秦家的爹爹也是我害死的。所有的事都是我做的。 毒妇我要杀了你……我要杀了你……还为动手长剑再次穿过她的腹部。那里有他们即将出世的孩子啊……这一刻……她死死握着白树柳的长剑。锋利的剑人嵌入她双手的皮肉里。鲜血淋漓,泪水汹涌。白树柳转身离去。真是到死也不肯悔改。当初有多爱……现在就有多恨……情楚楚……白树柳。若有来生……我定要你们不得好死。 你们几个……待会可要把三小姐伺候满意了……北思思迷蒙地睁开眼睛。透过微弱的灯火。她看见她的大丫鬟东眉。正对几个小思吩咐着什么……她怎么看得见了……这场景……这祠堂她记得异常清楚。因为这里是她噁梦的开始。她竟然重生回到十五岁那年。所以她现在应该是叫秦思思。她感觉到身上一阵莫名的燥热不好。她记得祠堂里点了催情香。而她已经中毒了。 东眉察觉到身后的动静。扭头一看……小姐……你醒了……求求你们……放过我家小姐吧……东眉见她醒来……有板有眼地向几个小思哀求起来……嘿嘿嘿……滚一边去我们是三小姐喊来的……你还是少管闲事……几个小思推开东眉……猥琐地朝她走来……你们大胆……我就是三小姐……你们滚出去……小思却笑道……三小姐……我们可是应了你的要求才来的…… 你可不能诬陷我们……身后的东眉见差不多了……慌乱地后退……小姐……你别怕我找人救你……东眉刚打开祠堂大门……一阵冷风灌进来……前世东眉一走……她便吓得晕厥过去……醒来的时候自己衣衫不整……几个小思同样衣衫凌乱……晕倒在一旁……晕倒后她到底是不是被抢了…… 她根本不知道……呼呼……祠堂里……连微弱的烛火也被吹灭了……随即传来关门的声音……以及众物倒地的声音……怎么这么黑啊……三小姐喜欢摸黑着来呗……行行行……咱们开始吧……烛火熄灭之前……她似乎隐约看到一个黑影钻进来……黑暗对于别人来说或许能造成障碍……但对于常年在黑暗中摸索的我来说……未必是一件坏事……整个祠堂漆黑一片……若是她躲起来不出声…… 那些小思未必能找得到她……于是她拖着软绵无力的身体悄悄后退……后退……不行……众活一世……我绝不能重蹈覆辙……哈哈……大家快过来……小姐在这里……黑暗中传来小思们兴奋的声音……以及女人哼哼唧唧的骄银声……秦思思不可置信地瞪远眼睛……难道前世东梅没走成……被小思凌辱的人是东梅……不是她……突然……她后背撞进一个冷硬的胸膛里…… 正惊恐之际……一双……带鞋的手……狠狠捂住她的嘴巴……这个人是谁……此人绝对不是那几个小思……嗯……毒性上来了……身为太医世家秦家的人……府上小姐公子……都必须会医术……但纵然她医术精湛……也无法解这崔秦香的毒……因为这崔秦香之毒……除了雨水之欢……无药可检……隔着轻薄的衣料……她滚烫的身体……烫得她…… 也开始心痒难耐……身体越来越不受控制了少女的幽香萦绕在鼻息……身体里的渴望……汹涌地让她都觉得不可思议……铺天盖地地欢于袭来……让她忘记了一切理智……只想紧紧地抱着这个男人……这时她才明白……前世她不是被小思要了……而是被这个神秘男人要了……男人临走之际……在黑暗中突然转身……对了……你叫什么名字……秦思思恨恨地握紧拳头……恨得咬牙切齿 但是……本小姐行不更名……做不改姓……我叫秦楚楚……秦楚楚害得她失去清白……那她也正好回敬回敬她……秦楚楚……男人低沉的嗓音扬起……唇叛浮起清浅的弧度……随即……消失在祠堂里……走出祠堂……她将祠堂的大门紧锁起来……天一亮……她会给所有人一个大惊喜……回到西乡院……才缓缓拿出藏在袖子里物品……这个黑衣人到底是谁…… 让我看看……她身上到底有什么东西……上等的白玉吊坠上……刻着一个……白字……姓白……西蜀国只有皇室才姓白……难道她就是白疏流……令一样……令牌上刻画着一只栩栩如生的黑凤凰……难道……这就是凤凰令……传说凤凰令……乃是统领杀手组织的重要信物……糟糕……我偷了她这么重要的信物……她一定很快会找回来……不对……我报的是秦楚楚的名字…… 是找秦楚楚的麻烦……很好……白疏流……我们的孽缘要……再一次上演了……天大亮……秦府上上下下都聚集在前院大堂中……老太爷秦华义正端坐在首座上……左边的是她的长子秦真……也就是当今太医院总使……秦家现任家主秦楚楚的父亲……而秦真身旁站着她的大夫人尹宛如……也就是秦楚楚的母亲……她扶着威龙起的肚子……淡淡扫了一眼众人……端庄的微笑 回应……回老爷子……所有小姐公子都到齐了……除了三小姐……哼……混账东西……也不看看今天什么日子……老爷子一注拐杖……对秦思思的厌恶又多一层……我的宝贝孙女楚楚呢……楚楚……大夫人疑惑地寻了一圈……确实不见楚楚……可能这丫头还在梳妆打扮吧……连翘……还不快去催催二小姐……秦楚楚的大丫鬟春桃急匆匆跑来……不好了…… 大夫人……小姐她……她遇到刺客了……大夫人听得险些晕厥……顾不得自己身怀六甲……大步如风……火急火燎往东乡院赶……只见……秦楚楚晕倒在地上……衣衫凌乱……露出雪白的肩膀和肚都……脖子上明显有掐痕……而整个房间被翻得乱七八糟……像是在找什么东西……完了……她女儿的名声完了……刚才一听说有刺客……几乎府上男丁都来了…… 未出阁的女子龟房和身子……岂能被这么多人观看……大夫人凌厉地一扫重小丝……立刻将龟门关上……楚楚……醒醒啊……我的女儿……一阵呼唤后……秦楚楚终于醒过来……她一醒过来便恐惧地大喊……娘……昨晚有个黑衣人要杀我……非逼我交出什么东西……女儿交不出来……她救……话还未说完……就被引碗如捂住嘴……没事了……娘一定会救出这些人…… 是个贼人……给你报仇……你先穿好衣服……整装出来……今天的事……谁也不准提起半个字……若是我在府上……或者……外面听到什么谣传……就别怪我这个家主翻脸无情……秦真威严扫过众人脸上……威胁警告之意再明显不过了……丫鬟们连忙低头……是……夫人……再次回到正厅大堂时……秦楚楚已冷静下来……别着金丝泪珠的头拆……折翡翠流苏的耳环…… 妆容淡雅……轻力脱俗……再配上一身白衣飘飘欲鲜……瞬间咽压在场所有小姐……这回所有人都到齐吧……老太爷再次扫过众人脸上……以略显疲惫之色……楚楚啊……方才……你娘神情慌张地离开……莫不是有什么事……啊……是楚楚她以为弄丢了……老爷子宁送她的发簪……原来只是虚惊一场……还是楚楚乖……秦思思那丫头还没来吗…… 今日是医术测试……秦思思这个混账东西……不等她了……去祠堂……混账东西……她爱来不来……不等她了……去祠堂……秦府的医术测试……关系到皇室买至整个西楚国人的健康……所以提高医术和选拔人员是十分有必要的……医术测试的第一步便是祭祀……祠堂大门前……老爷子和秦府所有嫡出数出的少爷小姐们……按照身份地位依次排列着……全场安静异常…… 可这时……祠堂里面隐约一出谜弥之音……以及暧昧的粗喘声这就犹如平地惊雷……瞬间震撼在场所有人……咦……谁在里面……偏偏这个时候……一个丫鬟怯生生地跪下来……回禀老爷……昨晚奴婢隐约看见三小姐……进了祠堂三小姐……秦思思……瞬间……所有人都惊呆了……丫鬟说着推开了门…… 孽障……孽障啊……老爷子怒瞪着大门……脸色铁青……气得直发抖……所有人都幸灾乐祸地等着看好戏呢……而最激动的……莫过于迎婉如母女了……她掩饰好情绪……厌恶得厉声呵斥一声……来人……三小姐白日轩迎……侮辱列宗列宗……还不快将她拉出来……突然……人群后方传来一道清…… 翠的声音……大夫人……污蔑太子未婚妻是要满门抄斩的……你想连累整个秦家……清冷的声音不大……却瞬间让全场安静下来……只见秦思思……唇红齿白……眉如弯月……目光沉宁……一袭烟青色的素断细折长裙……裹着不及一握的仙腰……不紧不慢地走来……那一刻……她在众人脸上看到了震惊……你……你怎么会在这里……你不是应该在祠堂里面的吗……看着她好端端地 出现……秦楚楚惊恶的下巴都快合不上了……二姐姐……我好端端的……为何要在那里边呢……秦思思似笑非笑的视线落在秦楚楚脸上……眼睛里的笑意一点点冷却……若不是临死前……她亲眼看到她伪善的面目……她真是做梦都不会想到……与她亲如姐妹的姐姐……竟然是那一切的元凶……对了……早上听说二姐姐遭刺客……可有伤到哪里……看着秦楚楚脖子上的淤青…… 她眼中的笑意加深……秦楚楚恨恨地瞪着她……脸色一阵红一阵白……秦思思……你少扯开话题……你究竟是何时从祠堂出来的……呵呵……我倒是想问问大夫人和二姐姐……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……为什么你们这般笃定我该在里面……这看似无心的一番话……却让明眼的人都听出端倪……一旁的奴婢上前……昨儿个夜里……是奴婢亲眼看到了三小姐……进了这祠堂里……还能有假…… 昨夜父亲病重……我一直在父亲房中……大夫人若是不信……可传我父亲问话便知……正在他们疑惑间……老爷子威严地移住拐杖……好了……是真是假……把里面的人拉出来疑问便知……煞时间……所有人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……只见东眉衣衫不整地趴在小丝身上……画面不堪入目……府上小姐们仅仅只看了一眼……便脸红地撇开目光……混账……下贱的东西…… 仙人的牌位被玷污了……老太爷肺都气炸了……银宛如和秦楚楚也瞬间猛了……怎么会是东眉……啊……奴婢奴婢……东眉也瞬间清醒过来……她像被雷劈了一样……百思不得其解……被凌辱的应该是三小姐……为什么会这样……为今之计……只有死死咬定三小姐……或许能求得一线生机……然而……秦思思早看出她的心机……东眉……你好大的胆子…… 竟敢与小丝狗合……侮辱秦家列祖列宗……三小姐……不管如如何……东眉是你的丫鬟……你不该解释解释……你的丫鬟为什么会出现在祠堂吗……迎婉如赶在老爷子开口前……抢先质问……秦思思笑了笑……视线不紧不慢地落在大夫人脸上……大夫人说得没错……东眉是我三房的丫鬟……可是三房也归大夫人掌管……我也想问大夫人……我的丫鬟为什么会出现在祠堂…… 哼……还想坑他……这次就先拿他们开刀……偏偏这时……前院的小丝急匆匆前来通禀……老爷……太子殿下协同三皇子……立世子前来拜访……这下可把老太爷和秦真等人……激动坏了……什么……太子殿下和皇子来了……秦思思站在人群里暗暗攥紧拳头……指甲深掐进皮肉里……白叔留这么快……我们就见面了吗……这一次……他要把他欠他…… 欠他……欠他父皇的……还有欠他大哥的……彤彤讨回来……而老太爷也眯着双眼……一边绿着白胡须……一边若有所思的妄想秦思思……心里已有数了……来人……将这些下贱的东西先拉下去……其余人随我去攻迎太子皇子……尹婉如拉着秦楚楚走在最后面……低声道……楚楚啊……这张锦帕就是你的未来……你可一定要把握好机会……等今天一过……那小贱人…… 就再也不是太子未婚妻了……到时候咱们母女也再不用假惺惺地哄着她了……娘……我知道……我只是紧张……她整理着衣装……紧张地将什么锦帕藏在袖子里……然后慢吞吞地跟上众人……你说你今生今世只爱秦楚楚一人……那好……这一世……我倒要看看……你们是怎么爱到地老天荒的……老太爷带着秦家上下前去供营时……白叔留等人早已进入前厅大堂中…… 微臣参见太子殿下……三皇子殿下……世子殿下……臣女参见太子殿下……三皇子殿下……世子殿下……整齐的两道声音落下……包括老太爷在内的所有人都低着头……都起来吧……谢太子殿下恩典……短短一瞬间的跪拜……便下的老太君等人冷汗直冒……听说秦府今日有一数审核……本殿下和皇兄……还有历世子是过来凑热闹的……三皇子白叔隐 秦着一抹细血走过来……一身张扬的大红色紧袍加深……一经微微敞开着……露出少许胸膛……加上那俊美邪魅的脸庞……整个人透着暧昧不羁的魅惑气息……是不是她……秦思思躲在群人里……心惊地看了她一眼……她的嗓音……以及那种嚣张霸气的危险气息……都与昨夜的神秘男人极为相似……冒昧打扰还请秦太医见谅……清润如朱玉般的嗓音……瞬间引得无数小姐女币…… 她的嗓音碰然心跳……世子殿下哪里的话……几位皇子能来寒舍……简直让寒舍彭壁生辉……何来打扰之说……老太爷等人与白叔里等人……虚语尾仪地说着……这个李世子……白色的衣妹穿在她身上……衬得她更加清朗俊美……温润如玉……有种让人目眩神秘的光芒……白叔刘和三殿下都佩戴了白玉吊坠……为何偏这位李世子她没戴……难道她就是那个神秘男人……秦太医还是引路吧…… 白叔刘冷傲地扫过秦真脸上……根本不屑虚语尾仪那一套……她掀起跑脚……率先走在前面……是是是……太子殿下这边请……老太爷和秦真一边引路……一边擦冷汗……众人来到一处巨大的药厅……这是秦家世世代代……用来检测医术和选拔家主的地方……就像科举考试一样……白叔刘三人及老太爷……家主秦真分别坐在考官的位置上……而下面则摆放着一张张书案…… 每张书案间隔一定距离……按照美房次序以此落座……今日的题目是开药方……有一病者脉相不稳……日日咳嗽……长期身体虚弱……胃寒……大家针对此病症……开一药方……成绩优秀者……老夫大大有赏……大家一阵面面相聚后……纷纷提笔写下自己的药方……只有情思思讽刺地玩着毛笔……老爷子真是老奸巨华……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病例……常用的药物…… 都相差无几……想要在众多大同小异的药方中出挑……必须另辟蹊径……就在三位皇子谈笑风声间……秦楚楚便步步声连地走上前台……交上自己的药方……爷爷……请过目……老爷子看着药方……柴虎九钱……钱虎九钱……川胸六钱……纸鞘九钱……看着自己孙女如此温婉得体……老太爷满面春风地绿着胡须……不错不错……意气结表…… 散风驱失……确实能达到驱寒话坛的功效……谢谢爷爷夸赞……都是爷爷和父亲教导得好……秦楚楚银银浅笑地点头……既谦逊有礼……又不失大家闺秀风范……他激动地站在一旁……目光不由频频朝太子看去……只可惜太子只是冷冷一瓢……爷爷……我也写好了……我也是……短短一会儿功夫……所有少爷小姐相继呈上自己的药方……老太爷看了许久……嗯嗯…… 不错不错……秦思思……你的呢……还没写好……老太爷早已看完其他人的药方……我写好了……说着……放下了手中的笔……他在众人鄙夷的目光中……不紧不慢地将药方递到老太爷面前……请您过目……若是平时……老太爷和大伯根本不会看他写的什么……就算他写的天花乱坠……也不会给他机会……但这次有太子……皇子在场…… 他们就算装装样子……也会看看他写的什么……老爷子的脸色瞬间沉下来……狠狠将药方扔回桌上……你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……秦楚楚和众小姐皆是幸灾乐祸的暗笑……本以为这秦思思变聪明了……没想到还是那么蠢……哪知……那三皇子却粘起那张药方……让老太爷一阵心慌……三皇子细虐地念起来……防风六钱……信陶半钱……半下九钱……披霜一钱……披霜…… 此言一出全场都震惊了……三皇子直接玩味地盯着他……三小姐……你想毒死你家老爷子……也不用这么明显吧……这么明显地哗众取宠之法……三弟难道看不出来吗……这下……连一向傲慢冷酷的白书流……都忍不住开口了……哈哈……连三皇子忍不住笑了……秦思思淡淡扫了白书流一眼……不慌不忙地开口……太子殿下此言诧异……披霜是毒药…… 防风解毒……两者混合可呈新药引……再配上治疗体虚体寒的药物……非但无毒……还有奇笑……这是他从父亲手闸上看到的……虽没有实验过……但父亲的医术精湛……应该不会有错的……什么……药引……大家面面相觑……都不懂他在说什么……只将目光转移到老太爷和家主脸上……秦真当即拍案而起……一派胡言……披霜之毒……岂是区区防风能够? 三小姐姐的……你这药方喝下去……必死无疑……大伯都没有试过……怎么就知道我在胡说八道呢……秦思思扬起雪白的小脸……眼睛里闪烁着璀璨的光芒……既然大家都不信……那我愿意一身试药……他相信父亲……不会天马行空地乱血一通的……胡闹……还不将三小姐拉下去……秦真脸色难看极了……不管秦思思说的是不是真的……都不能让他继续下去……眼看着两名小厮上前……就要将三小姐的…… 将三小姐带走……一直风度翩翩的……世子白疏离突然开口……既然三小姐愿意以身试药……秦太医何不看完了……再做决定……似笑非笑的声音明明很淡……却有一种不容拒绝的气势……这……秦真再不愿也不敢表露出来……只能皱紧眉头……那就依世子殿下所言……来人……备药……药材备好……秦思思亲自碾药……严格控制剂量……前世他与亲生父皇相众 后回到北州……父皇不仅请了最好的大夫教他医术……还教过他一些奇怪的炼药方式……只可惜他还没学会……这药方他没试验过……稍有不慎他就会死得很惨……如果这药方对的话……他今天会咽压众人……如果这药方不对的话……他喝下去就会死……根本不会有人救他……他现在是骑虎难下……硬着头皮也要把这处吸引完……鼓起勇气合完……半个时辰后……思思……过来…… 让爷爷看看你的脉象……老太爷难得对他和颜悦色地招手……手指附上……为秦思思把脉……嗯……脉象平稳……老太爷专注地整着脉象意识出了神……把着把着……老太爷忽然激动起来……安然无事……天呐……真成了……思思快告诉爷爷爷……你是怎么想到用披霜和防风做药引的……他激动地按住心口……心底的石头终于落下了……重重虚出一口气后…… 他缓缓笑起……既然过了……他就要好好利用这次机会……爷爷……这就要好好感谢一个人……便是大夫人……所有人的视线望过来……尹宛如嘴角抽搐……瞬间有种不好的预感……若不是大夫人照顾我……一直给西乡院分配鼠寒的伙食……我也不会想到用披霜和防风……化解身上的寒气……情思思笑盈盈的声音……瞬间吓得尹宛如等人脸色苍白……冷汗直冒腿脚发软…… 宛如……当真有此事……老太爷见太子等人脸色各异……目光立刻威严地扫过来……充满不悦和责备的意思……尹宛如也深知此事关系重大……吓得脸都白了……再不顾挺着的大肚子……就跪下来……老太爷息怒……伙食分配一向都是厨子随意分配的……没想到我的意识疏忽……竟害了三小姐……请老太爷责罚……太子殿下您看这事……老太爷犹豫地 朝太子请示……一来……是想试探太子对秦思思的态度……二来……有太子殿下等人在……哪有他们擅自处理的道理……白叔流只是冷冷一扫秦思思……随口便道……这是秦太医的家事……无须问本宫……他这话的意思也很明显……就是不会管秦思思咯……有了这话……老太爷总算松了一口气……他和颜悦色地看向秦思思……思思……既然你大伯母不是有意的……那就再给他一次 机会如何……思思一切听从爷爷安排……他早料到会这样了……若想在秦家稳住脚跟……就必须找个靠山……白叔流自然是靠不住的……那就只能是老太爷了……好好好……老夫宣布……这次测试……思思胜出……老太爷一连三个好字……似乎是打心眼里高兴啊……一旁的尹宛如咬碎了牙……我们就慢慢走着瞧吧……啪啪啪……一阵慵懒的鼓掌声响起……三皇子一边鼓掌一边暧昧地清醒…… 连披霜霜都敢喝……本皇子佩服三小姐的胆识……不知三小姐可否赏光……当本皇子的贴身衣冠……情思思无语……好端端的她跳出来弄什么乱子……难道她发现什么了……三皇子真是抬举臣女了……臣女这次只是侥幸胜出……臣女依数平庸……怕有赴三皇子期望……还望三皇子另请高明……哪知……白叔尹只是暧昧地一笑……没关系……我叔尹宫 总有的是御医……正好可以教你……怎么样……你还想要拒绝我吗……看似微笑的脸上却带着不容拒绝……情思思红着小脸……突然含羞待怯地飘向白叔流的方向……三皇子臣女已与太子殿下有婚约……这样实在不妥……没错……她一个小小太医千金……确实没有资格拒绝她……不过白叔流这等渣男不用白不用……白叔流听到她又提婚约之事……脸上闪过毫不掩饰的厌恶…… 哼……这么说起来……那确实不妥……男人冷冷看了她一眼……露出个意味深长的冷笑便不悦地离去……随即白叔流也起身……本宫忽然有些累了……先走一步……众人纷纷拱手相送……恭送太子殿下三皇子李世子……看着他们离开……秦思思暗中得意地仰起嘴角……你们这些讨厌的家伙赶紧滚蛋……然而……她没注意到的是……她眼底的得意……恰恰落入世子 白叔里眼中……这个三小姐真有意思……她也暗暗勾了勾嘴角……神秘的笑意在她俊美的脸上缓缓绽放……众人回到前厅……格调雅致的前厅里……老太爷和家主并列而坐……秦思思和女眷们坐在两旁……东梅和那几个小丝一同被丢在中央……等候发落……老太爷……老爷……这回贵客都走了……咱们也是时候料理家务了……秦思思敢公然让她难看……这笔账是时候算一算 尹宛如的嘴角勾起一抹邪笑……秦真一声威严的怒喝……东梅……昨夜你为什么会在祠堂里……东梅吓得浑身发抖……抬起头就喊冤……回老爷奴婢是跟着三小姐进去的……三小姐和小丝通奸是三小姐怀恨在心……让小丝凌辱奴婢……老爷若是不幸可问他们他们可以作证……小丝们看到老爷威严的眼神……也跟着颤抖求饶……回禀老爷是三小姐指示的……我等只好照办…… 这下可不妙……东梅和小丝联合起来诬陷他……还说得有依有据竟让他百口莫辩……他们能把黑说成白……那他也能把白说成黑……欲加之罪……何患无辞……可还有其他证人……你要证人……大夫人冷笑一声……你房里的秋菊就是最好……得证人……秦思思眼角一跳……难道秋菊也被收买了……这下糟了……奴婢秋菊参见老太爷……老爷大夫人…… 和各位小姐……秋菊怯生生地跪在大堂中……大夫人一见来人就严厉地逼问……秋菊我问你……你家小姐昨晚身在何处……秋菊看了看坐在一旁的小姐……又看了看大夫人和刚才领路的姑姑……最终害怕地低下头……昨晚小姐沐浴完……东梅就带小姐去散步了……然后东梅和小姐就一直没有回来……秋菊只能违心地说出这些……她得意地仰起嘴角……思思……你还有什么话好说…… 秦思思冷冷扫了一眼秋菊……忽然理直气壮地站起来……大夫人……我不在房中并不代表我去了祠堂……我早就说过……昨夜一整夜我都在照顾父亲……爷爷和大伯父若是不信……可传话我父亲……正在秦思思洗清冤屈时……大夫人突然站起来……老太爷……我还有一个办法……可以验证思思的清白……老太爷连忙英语……你说……大夫人突然笑了笑……若秋菊所言属实…… 那三小姐就不是厨子之身了……找人来验不就一清二楚了吗……秦思思脸色一白……糟糕……我已经不是……老太爷觉得大夫人说得有理变道……思思为了你的清白……那你就验吧……大夫人得意一笑……这次……我看你还怎么逃……大夫人一边笑着一边说……来人哪……将手工杀取来……这翁瓶里是壁虎磨成的手工杀……当这手工杀点在厨子身上……会慢慢变红…… 但若点在非厨子身上……手工就不会有颜色……说着……她意味深长对秦思思笑了笑……秦思思看着她……记恨得牙痒痒……又似暗暗着急……她现在已经不是厨子之身了……怎么办怎么办……三妹妹……你不肯厌鸣正身……是不是怕了……秦楚楚见她不肯动……立刻奚落起她来……听到这话……秦思思优美的唇角突然勾起……既然二姐姐这般光明正大……不如你先来个 试饭吧……真蠢……她正愁找不到办法脱身呢……秦楚楚自觉说错话了……立刻心虚起来……要验你验……我才不用这么恶心的东西呢……而她脸上的心虚……自然逃不过秦思思的火眼金金……她似笑非笑地扫过众人脸上……二姐姐……听闻你昨夜遭了刺客……这可是你向大家证明清白的好机会……这回她可是将他们的话……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们……这就如同一记耳光……狠狠 删在她和大夫人脸上……她眼看着自己女儿中了圈套……连忙堆砌假笑……算了算了……说来也是我不好……这手工杀士壁虎尸体做成……实在有些晦气……三小姐的为人……我和老爷……老太爷都信得过……都相信三小姐是清白的……这事儿就这么算了……秦思思悠悠的视线……落在众人脸上渐渐变得冰寒……既相信我是清白的……那这些雕奴之前说的都是污蔑……若是不处理妥当…… 定会有人说大夫人不会当家……放纵雕奴以下犯上……想敷衍她草草了事……她可不是这么好敷衍的……尹婉如看着这张笑淫淫的脸……气得浑身都在发抖……来人哪……将这些雕奴拉出去……美人仗则一摆后……扔出秦府卖到乡下去……尹婉如狠狠地咬紧牙齿……几乎一口银牙都咬碎了……却还要装作端庄有礼的样子……多谢大夫人……秦思思不嫌不淡地恭为一句…… 诗诗里便要离开……三小姐且慢……三小姐可是咱们秦府嫡女……这东梅一走……三小姐身边就只剩下秋菊一个丫鬟了……改名我拨两个机灵点的丫鬟过来……她说最后一句话时……几乎是咬着牙说的……她笑盈盈地点点头……那大夫人可真要好好选选……若再像东梅那样……别人会说大夫人连丫鬟都调教不好……秦思思不嫌不淡地一句话……简直将饮碗如气地半死……回到寝室…… 秦宵宵兴奋地拉着三姨娘袖子……娘你看见大夫人的脸色没有……简直气炸……没想到……这平日闷声闷气的秦思思……竟然这么厉害……把大夫人和秦楚楚都抖栽了……许你小声点……三姨娘幸灾乐祸地说道……这回总算为所有人出了一口恶气……看来这秦思思也不好惹……以后你见着她……尽量多哄哄她……我为什么要哄她……娘你没看见她今天目中无人的样子……秦宵宵不满地抱怨…… 娘当然看见了……那你想不想接近太子殿下他们呢……她到底还有太子有婚约……你只有好好巴结她……总会有机会再见到太子皇子的……这边西乡院内……她刚坐下来……秋菊就哽咽着跪了下来……小姐大夫人和连翘姑姑威胁女婢……女婢只能实话实说……身为女婢……她知道自己该事实为自己主子着想……而她今天实话实说……险些害了主子……秦思思若有所思地瞟了她眼……起来吧…… 还好你只是实话实说……还好你只是实话实说……至于这丫头中部中心还有待考证……秦思思叹了口气……折腾这么久……我也累了……去烧热水吧……我要洗澡……秋菊连忙应试……沐浴后刚刚穿戴好……咚咚咚的敲门声响起……秋菊去开门……是……小姐……连忙挂好手中的衣物……打开门原来是老太爷身边的大管家到了……三小姐……这些衣服不料……珠宝首饰…… 都是老太爷赏赐给您的……另外……这是您这个月的月份……请一并收下……谢谢大管家……还请大管家带我谢谢爷爷……秦思思接过赏赐……顺手从月份里拿出一定碎银……塞进大管家手中……大管家暗暗收起碎银……难得挤出一丝谄媚……多谢三小姐赏赐……告辞……有钱能使鬼推磨……维护关系……这一点道理她还是懂得……等大管家走后……秋菊立刻担心…… 担忧起来……小姐……咱们月钱本就不多……剩下这点钱怎么维持这个月的生活啊……衣服可以留着……布料可以拿去变卖了……这些首饰珠宰暂时留着……她清理着赏赐……随手将所有东西一并交给秋菊保管……秦府后门……秦思思带着秋菊正欲出府……秋菊转身悄悄关上门时……却没有发现不远处偷偷站着的人影……前脚秦思思刚出府……后脚就有奴婢前来禀报…… 大夫人不好啦……尹婉如正修剪着盆景……她的心腹婢女连翘回来了……何事如此惊慌……夫人……她们出府了……好像手上还抱着什么东西……连翘如实禀告……她眸光阴狠的一粒……慌什么……你偷偷跟着她们就是咯……我就不信她不露出狐狸尾巴……热闹的集市里人来人往……一旁精美的吊坠引得人目不转睛……突然感受到背后的寒意……有人在跟踪她……秦思思的心不在意…… 她的烟引起了秋菊的注意……小姐怎么了……没什么……秦思思转过头躲避背后的目光……秋菊……走……我们去布庄买身好看的衣服……她带着秋菊专挑最热闹的街道走……京城乃是天子脚下……她就不信尹婉如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动手……进入一处最热闹的武技布庄后……她眉先卖布匹……而是拉着秋菊去试衣裙……秋菊过来……看我这身衣服如何……此时门外的眼线…… 也偷偷朝里张望着……秋菊……等一下……先换上我的衣服……和老板谈价格……记得一定要背对着门口知道吗……嗯……秋菊点点头……深深感觉到她的小姐变了……变得聪明机智……她让她这样做……就一定有这样做的道理……秋菊已换了她衣服和发饰……而她自己也换了一身粗布衣裙……戴上斗篷……悄悄从后门溜走……父亲迈相很奇怪……吃了秦家这么多药材都不见好转…… 她怀疑……那些药有问题……从现在起……她必须从外面拿药回去……去药铺看看吧……走至人群中去寻找药铺……走到一处……即是大药堂……门口……里面挤满了人……隐约传来砸东西的声音……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传来不小的声音……我儿子快死了……快救人啊……一个脑满肠肥的老爷……狠狠地揪着一个大夫……陆老爷……不是老夫不救令公子……令公子已经已经溺亡了…… 老大夫也很为难……不是他见死不救……而是已经死了的人……他怎么救啊……胡说……我儿子刚刚还有气……你再啰嗦……我就砸了你们招牌……陆老爷气愤道……大夫被揪得喘不上气……秦思思站在人群里听了个大概……等等……你说……令公子刚刚还有气……对啊……刚刚还有呼吸呢……才一眨眼……这庸医就说我儿子已经死了……老爷伤心不已……可怜的孩子…… 静静地躺在地上……生下一片水渍……他挤进人群……上前替那孩子把了把脉搏……确实没气了……不过那人说是逆耍王的……时间也极短……他倒是在父亲手闸上看到过这种情况……于是他立刻扯出自己的颈帕……将小孩的鼻腔和口腔里的淤泥清理出来……然后拉开小孩的腰带……扯开他的衣服……用膝盖顶住那小孩的腹部狠狠按压……一遍又一遍……突然……哦…… 原本已经弃绝的小孩……竟然呕出腹中的积水……儿子我的儿子……众人看得神乎其神……小孩被救活了……秦思思也跟着喜悦起来……嗯……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……但是还需调养几日……爹……小孩虚弱地睁开双眼……我儿啊……你可醒了呀……声音中都带着激动……姑娘救了我儿……可是我的恩人啊……老夫该如何报答……这对他来说同样是非常激动…… 非常有意义的时刻……高兴地谢绝了陆老爷的好意……治病救人乃医者的本分……无需报答……那怎么行……大夫也是要吃饭的……说着……从身上袖子里摸出几张银票递过来……这些银票就作为枕金您就收下吧……看见几张银票……斗篷底下的琴……嘶嘶……激动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……我现在缺银子很缺……既然陆老爷一再坚持……那我就收下这些枕费了…… 他激动的收下银票……药堂内……姑娘这是你的药……小丝帮秦思思抓了药……而秦思思却瞥开眼看向人群……方才闹事的胖子呢……少爷您来晚了……刚才出现一姑娘……可神了……竟然把死人医活了……一小丝眉飞色舞的将刚才的事一一道出……也勾起少爷浓厚的兴趣……哦……姑娘……少爷看就是那姑娘她还没走呢……小丝激动的看向那道身影…… 这边秦思思也在想父亲的药包好了……可以回去了……却不知已被身后的男人关注……身后传来一道清朗的声音……姑娘请留步……在下秦商影……听闻姑娘医术了得……不知愿不愿意当我纪事堂的坐诊大夫……听到她的话……秦思思思虑了一下……坐诊大夫……秦家的祖训……祖传药方绝不允许落入外人的手中……我每天只能出两个时辰……恐怕有些不方便…… 实在是辜负公子的一番美意……她虽然很想留下来……但考虑到祖传药方……便咬着下唇……狠心拒绝了……哈哈……这倒无妨……姑娘若愿意……两个时辰便两个时辰……枕飞一百两一次……少年拦在她面前叙叙笑起……秦思思目瞪口呆……一百两一次她是不是傻……姑娘还犹豫吗……当日可结如何……少年接着问……天下竟然有这么好的差事……我现在正好很缺钱…… 她激动地扬起嘴角……眼睛里全是白花花的银子……既然如此……那我明日便来……好的一言为定……两人约定好秦思思准备离开……清俊少年又笑盈盈地拦住她……姑娘请留步还未请教姑娘方名……在下紫苏……用一个要名当人名……应该没人会联想到她是秦思思吧……紫苏……好名字……带她走后……少年身边的要童奇怪地问……少爷你是不是傻了…… 一百两看一次……少年折扇一合轻轻敲在她头上……你才傻了……本少爷经商这么多年……你何曾见我亏过本……少年一抬脚……不小心踩到地上的手帕……她捡起手帕……这应该是方才那位紫苏姑娘的……少爷她秀个私事何意啊……小思留意到手帕上的不同……少馆闲事洗洗干净明日还给人家……现在收拾东西随我去秦府带爷爷家……少爷将手帕扔向小思……嘿嘿…… 少爷是迫不及待想见到二小姐吧……小思追在少爷后面……少啰嗦快去收审……少爷不耐离去……回到秦府……两人一路提心吊胆地走回秦府……刚踏进门槛……两人就听见里面清朗的笑声……大爷爷说笑了……商隐这段时间……还要劳烦大爷爷和大伯父的照顾了……他站在大门口听见爷爷的声音……你这孩子说的什么话……你爷爷是我的亲弟弟你是你爷爷亲孙子…… 说什么打扰不打扰的……以后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……看着那清俊秀逸的少年……是他……方才我带了斗笠还报了假名字……他应该认不出我的……思思你站在门口干什么……老爷子见着他……难得对他和蔼地介绍……过来……见过你大表哥……他收好心神……浅笑汗手地走过去……微微浮身……思思见过大表哥……看着眼前轻力脱俗的少女……情商隐眼中闪过一瞬间的惊艳之色…… 客气了……客气了……客气了……大表哥远道而来……思思就不打扰爷爷和大表哥叙旧了……告辞……他谦逊有礼地欠了欠身……逃难似地跑了……告辞……黑木降临一轮弯月挂在空中……完了……他只顾着银两的事……竟然忘了令牌……那个男人一定还会再来拿令牌的……怎么办……不行他不能暴露……他翻出父亲的手闸……看看上面有没有什么办法……能立刻散瘀痕的……突然…… 他翻到一张人体穴位图……金缩穴位于背部正中线上……第九胸椎急凸下凹陷中……若有银针刺镜则全身不能动弹……哈……这个办法好啊……月上柳少……一道黑影如鬼魅般穿梭在琴府里……秦思思躺在床上……闭着眼睛也能感觉到危险的气息走近……别装睡了……我知道一定是你……暗哑的嗓音响起……一个戴着半截蝶衣面具的男人……他似突然被惊醒…… 猛地睁开眼睛……你是谁……来人呐……他俯身压下……捂住他的嘴……女人我的耐心是有限的……交出令牌和玉佩……我会让你死得好看点……他清澈的眼眸……委屈地汪着一团水……似害怕地看着他……什么令牌……什么玉佩……我……我不知道……他掐住丝丝的脖梗……死到临头了……你还装饰吗……等等……既然我要死了……那你告诉我你是谁……我就还你玉佩和玉佩…… 和令牌……看似无意的一句话……却在试探他的身份……你还想要耍什么花招……男人闻言……立刻危险地眯起双眼……他手中捏紧的银针……本能地扎在他背后上……你做了什么……为什么我不能动了……男人毫无防备……后背一疼……就感觉浑身僵硬地不能动了……色狼……去死吧……他磨牙祸祸地将他踢下床……今天我倒要看看……你到底是谁……说着…… 她的手缓缓伸向她的面具……突然外面一阵躁动……有刺客丢搜……可恶……大夫人怎么又来了……她脸色白了白……只好把她藏进床底下了……顾不得摘下男人的面具……顺手将她推进床底下……啪……推开门……秦楚楚就趾高气昂的眼睛四处乱扫射……这里也要搜……这边秦思思已经端坐在床上……这是干嘛有什么事吗……秦楚楚趾高气昂道……黑衣人呐…… 有丫鬟亲眼看见黑衣人进了你的……房间……二姐姐……你在说什么啊……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……她眨了眨大眼睛无辜地看着秦楚楚……大夫人堆起虚假地笑……三小姐……今晚府上又出现了黑衣人……有丫鬟看见黑衣进了西香院……大伯母怕黑衣人对你不利……便带人前来搜一搜……你们给我仔仔细细地搜……一个角落都不许放过……严肃命令道……小丝立刻应试……不分青红皂白的…… 在她房间里乱砸一通……什么梳妆柜手势和铜镜……被翻出来乱扔到地上……大夫人……毫无发现……小丝恭敬道……她冷静从容地微笑着……心里确实打鼓……突然……秦楚楚注意到床下好像有东西……等等……她的床下还没搜……不许……女子的闺床岂能让你们说搜就搜……这传出去成何体统……让我以后怎么做人……她坚决捍卫在床前……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…… 哼……女子的闺床……确实不便外人搜查……大夫人嘴角突然阴冷地勾起……那就让楚楚来搜……闪开……我倒要看看……你床上到底有什么秘密……秦楚楚阴寒地勾了勾嘴角一把推开丝丝……秦楚楚兴奋地掀起背脚……哈哈……抓到你了看你往哪里跑……居然是空的……秦楚楚脸色难看到几点……秦丝丝暗暗虚出一口气……原来是虚惊一场……大夫人二姐姐…… 你们还要搜吗……既然没有刺客……我们也可以放心了……大夫人脸上挂着假笑……至于这屋子里的物件……明日……我会命人再去置办一套新的……陪给三小姐……大夫人巧言吝啬几句……便堂而皇之地带着一众丫鬟离开了……待他们走后……关上门……她才心有余悸地拍拍胸口……她去哪儿了……她居然能自己解开穴位……这边秦楚楚与大夫人……可恶没抓到刺客…… 秦楚楚气急败坏道……娘……又让那秦丝丝逃过一劫……拜夫人只得安慰道……放心吧……来日方长我们一定会有机会的……第二日清晨……老太爷和老爷均坐在位置上……等着众人请安……丝丝给各位长辈请安……丝丝啊入座吧……老太爷异异地笑了笑……这边外面的小丝进来……太老爷……太学府的人来了……秦丝丝皱着眉头……难怪今天都在大厅里…… 太学府的人来做什么……秦老别来无恙啊……老太爷起身相迎……原来是陆大人……稀客稀客呀……陆大人客套地笑着……秦老太一客气了……本官是来送参加开学测试请柬的……秦老恭喜啊……您有这么多子孙可光药们没啊……哈哈哈哈……哪里哪里……日后还指望陆大人对这些后辈们……多多指教啊……老爷子笑得容光焕发……鱼角瞟到沉默的秦丝丝……忽然尴尬地开口…… 陆大人……不知道还能不能多请一个测试名额……我这还有一个孙女……资质也不错……陆大人脸上笑一脸去……略带为难的开口……这报名册已经送上去好一阵子……恐怕加不上去了……秦楚楚闻此言面露讥笑……嘿嘿……就算爷爷为你求情你也入不了太学府了……原来如此……那就下一次吧……陆大人不必为难……秦丝丝虽脸上挂着微笑……心里却有些惋惜……毕竟进入太学府能学到很多东西…… 最重要的是在没与亲人相认前……他必须要有一个保障才行……这时门外的小司引着一位侍卫进来……太老爷……三皇子的侍卫求见三小姐……那侍卫进来……对屋子里的陆大人和老爷子拱拱手……便转身向秦丝丝……三小姐……在下凌云……是三殿下的贴身侍卫……奉三殿下之命……给三小姐送太学府的秦俭……秦俭……秦丝丝仰着小脸…… 扑闪扑闪的眼睛里……闪着震惊和错愕的光芒……一旁的秦楚楚气地咬碎了一口银牙……林云开口似的……请快些收下请柬吧……殿下还说了……三小姐要是想通了……拿着腰牌……可随时去皇宫找她……请林侍卫替我向三皇子转达谢意……多谢……木讷地接过请柬……笑颜绽放……她兴奋地不知该如何表达……接过腰牌那一刻……秦丝丝脸上一阵红一阵白…… 想通了……是指做她的贴身女衣……还是按指其他……她随口敷衍两句……找了个借口……就带着秋菊走了……走到一处亭子外……小姐……你怎么这么开心啊……秋菊……我可以参加太学府的测试了……刚才是有外人在她才强忍着兴奋……现在她激动得都快跳起来了……哇真的呀……等咱们回去……奴婢给小姐做一顿好吃的……两人有说有笑地回到西乡院……就看见院子里多了两个丫鬟…… 奴婢双喜见过小姐……奴婢双宁见过小姐……两人一见着秦丝丝……就机灵地将秋菊挤开……一左一右地搀扶着她……小姐……我们是大夫人挑选来伺候小姐的大丫鬟……他们说大丫鬟三个字时……特意加重了语气……既然大夫人派你们照顾我……那我也将西乡院最重要的活……交给你们做……看着这两个奸细……她笑眯眯地勾起嘴角……最重要的活……两个丫鬟面面相去…… 却有种不好的预感……西乡院的月缝不多……相信你们是知道的……秦丝丝低头遮住笑容……秦丝丝越笑越尖……所以……从今天起……你们除了打扫院子……还要秀女工……每人每天一百个……秀好了……交给秋菊……然后去卖给布庄……什么……一百个女工……双喜双宁震惊地差点咬断自己舌头……怎么……做不到……做不到就滚回去吧……她漫不经心地端起茶杯…… 举止优雅地钱钱品了一口……回去……回到只会更惨……两人互换一个眼色……几乎一口同声地笑起来……嘿嘿……做得到做得到……我们既跟了小姐……以后就是小姐的人了……哪有回去的道理……秦丝丝眉眼一鸣……那就好……你们去忙吧……很好……现在开始既可以利用他们赚钱……又可以控制这两根眼线……漆黑的深夜中……一道黑影长驱直入西乡院……房间里幽暗的烛火下…… 一双漆黑却清冷的毛子……悄无声息地靠近床边……东西呢……秦丝丝瞪大双眼……哇……你怎么又来了……回答我的问题……我的东西呢……极度暗雅魅惑的嗓音像在她耳边细语……我交给你了……你要是杀人灭口怎么办……秦丝丝望着她的眼睛……水眸炼燕好似能泛起水光……这么怕死……为什么还敢拿我的东西呢……黑衣人看着身旁的女人……那……那是因为…… 你夺了我的清白……自然是要拿些东西补偿的……明明很理智气壮的声音……不知怎么的……从她口中说出来就变得软绵无力……毫无威胁……甚至隐隐有种暗雅的情愫在里面……啊……抱着的枕头被她一扔……紧张的情绪……让她全身都忍不住清缠……看着她的动作……秦丝丝脸颊红得滴血……结结巴巴地说……我警告……你别乱来要杀便杀……令牌……我是早就交给别人保管了…… 黑衣人却捏着她的手腕道……女人……你这么自信……我不会杀了你……男人眉风一条……眸色渐渐染上一层寒霜……你若杀了我……你的东西立刻会呈现给太子殿下……到时候可能有事的是你……漂亮的眼眸中带着一丝算计……男人眸光阴霾起来……嘴角勾起一抹邪宁……我自有办法让你乖乖把东西交出来……一阵风吹过……男人已经打开窗离开……混蛋……太欺负人了…… 等日后揪出你是谁……一定饶不了你……一日清晨……房间里秦思思正拿着银针出神……那个黑衣人似乎接受了我的条件……也不再来找我的麻烦了……眼下的我现在得多学些医术……为太学府的测试做准备……正想着双席喊了声……小姐……小姐……你确定这样没问题吗……我感觉头有点晕……双席指了指自己的头……说着就晕倒在地上……秦思思摆摆手道…… 并无大碍……只是晕过去了……休息休息就好了……秋菊把双席拉下去……另一边双宁正认认真真地坐着女工……秦思思走到边上一看……立马皱紧了眉头……紧紧瞪着双宁……双宁一阵冷寒……小姐……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……你秀的这是什么啊……这怎么拿去卖钱……重新做……说着给双宁狠狠刮了一巴掌……双宁也只能抱着头委屈道……是……小姐…… 收回目光……秦思思神清气爽地准备出门了……我和秋菊去布装卖女工……待会双宁醒了……你俩赶快把剩下的完成啊……说着……便走出了房门……来到大街上……秋菊跟着小姐后面愤愤不平……小姐……太不公平了……大少爷二小姐……都有专门的先生教……甚至每人配一个药奴……可是小姐呢……没有人教……还只能在自己身上扎针……秦思思无所谓地扯动嘴角…… 秋菊你不明白……监视我的人越少越好……再说了……她不是在济室堂坐枕吗……待会……你换上我的衣服……在布装卖女工……我去济室堂坐枕……济室堂可比秦楚楚她们……给丫鬟看病……要真实的多呢……武技不装理……秋菊穿着小姐的衣服背对着……忧心忡忡地低下头……已经快一个时辰了……小姐该来了吧……却不晓背后来了一些不速之客……突然背后传来一道熟悉的笑声…… 是秦楚楚带着她的丫鬟……三妹妹……原来传言是真的……你真的在这卖女工……呵呵呵……完了……是二小姐……三小姐别急着走啊……陪我一起看看衣裳啊……肩膀被二小姐扣住……心里忐忑紧张不安……糟了……没办法了……只能……砰的一声……急忙甩开二小姐夺门而出……二小姐被摔倒在地……丫鬟急忙去扶……小姐你没事吧…… 秦楚楚被气得不行对着丫鬟吼道……还愣着干嘛……快把她抓回来……而这边的济世大药堂……秦商隐正与一位老者聊着……多谢大夫一好了我家老爸啊……谢什么……要记得按时服药啊……两人都没发现远处的……秋菊急半来……哐当一声……几人撞到了一起摔倒在地……这位小姐何事如此匆忙……秦商隐抬手扶额……脸上满是疑问……人群中二小姐与丫鬟 也正往这里跑来……小姐……快看就在前面……抓到她了……丫鬟发现了秋菊的身影……秦商隐也发现了人群中的人……她眼睛一亮……是楚楚……连忙起身……拍拍身上的尘土……秦商隐兴奋地迎上前……楚楚表妹……你怎么在这里……秦楚楚看清眼前的少年……瞬间隐藏起眼中的恶毒……转而知书达理地扶了扶身……略带尴尬的浅笑……楚楚楚见过大表哥…… 一旁的丫鬟解释道……表公子……我们是来找三小姐的……三小姐……秦商隐疑惑地看向地上的那个女人……药铺里……秦思思依旧和那天一样……穿着粗布衣裳戴着斗篷在坐枕……神医啊……我这个病怎么样了……一个年轻的男子问道……病无大碍……只是受了些风寒……待我为你开些驱寒的方子……每日记得按时服用……秦思思一边说着一边写下药方……哎呦…… 姑娘……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……门外的声音引起了秦思思的注意……缓缓起身走向门外……另一边……丫鬟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……表公子不知道……刚才三小姐推到了我家小姐……我家小姐现在腰还疼呢……春桃神色略带不满……她悠怨地拉了拉春桃一脚……春桃别说了……三妹妹也不是故意的……情商隐一听……脸色深沉……三小姐……你得给楚楚表妹道歉才是…… 秋菊吓得瑟瑟发抖……小姐你在哪呢……我该怎么办呀……眼里蓄满了泪水……正不知何时……药铺里传来一道……沙哑的声音……这么热闹在干什么呢……引得人纷纷瞩目……小姐……是小姐……秋菊一见着这身打扮就认出了她……秋菊迅速反应过来……极快地对秦楚楚失失礼……对不起……秋菊转身伤心欲绝地跑了……秋菊一跑……人群还没散…… 喂……你别跑……我不接受……你这么敷衍地道歉……楚楚气急败坏地喊道……秦商隐一旁安慰……楚楚表妹……既然三小姐已经道歉了……你就算了吧……秦楚楚只好就此作罢……这时……秦楚楚也注意到了药方里的人……这就是前几日里的神医吧……测试在即……若是能得她指点一二……一定能打败秦思思那个贱人……这位可是前几日将死人医活了的神医…… 小女子乃太医世家秦家的二小姐……难得碰上像神医这样精彩绝艳……秦楚楚自豪地爆出家门……秦思思冷冷回答……原来是秦二小姐……这边秦楚楚还在叙说她的想法……可否请神医到家中小酌一番……正好与小女家中长辈交流一下心得……交流心得……开心玩笑……秦家就是她家……她去自己家交流什么心得……交流心得……开心玩笑……秦家就是她家…… 她去自己家交流什么心得……抱歉……不感兴趣……气得秦楚楚咬碎一口银牙……春桃愤愤地怨着那背影……忽然有种熟悉的感觉……这神医好不识趣……小姐不请也罢……不过……你觉不觉得这神医的背影好像很熟悉……是好眼熟啊……秦楚楚眯起眼睛……这背影……她好像在那里见过呢……陷入深深的思考……却没注意身后……几个小丝正推着货物…… 让一让……让一让……突然压到一滩水坑……啊……泥水见了秦楚楚一脸……楚楚表妹……秦商影赶紧扶她起来……扯出手帕……都脏了……赶紧擦一擦吧……一旁的丫鬟在训斥小丝……带胆见鸣……要是撞到我家小姐……你的小命不保了……唉……秦楚楚突然注意到手帕上的丝字……这这不是三辈妹的手卷吗……怎么会在你手里……她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睛…… 几乎霹零手地将手卷夺了过来……三小姐……怎么可能……这是紫苏姑娘那日救人用的手帕……我命远洗干净了……却一直忘了归还……秦商影浑然不知情况……还老老实实将那日的情况说出来……突然……她眼睛一亮……隐约想到什么了……代表哥……你这条手卷可否借给我用一天……我将它清洗干净再还与你……秦楚楚知道……只要她开口…… 大表哥就没有什么不答应的……她有点为难的……但想到表妹男的对她笑得这么灿烂温柔……就爽朗地答应了……多谢表哥……那楚楚就先告辞了……收起手卷……秦楚楚眼底的笑意转眼变为恶毒……激动得整个人都在颤抖……秦思思……你的把柄总算被我抓到了……东乡院内……大夫人母女二人正在谈论着……女儿……你的意思是说……那小贱人偷偷出去替人看病…… 还赚了个神医的名头……大夫人震惊地放下茶杯…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……她就说嘛……那小贱人伶牙利齿……不可能这么安分守己……起初女儿也怀疑这事儿……但是这手卷确实是那小贱人的……加上那小贱人的一些反应……女儿可以肯定那神医紫苏就是秦思思……手卷被揉成一团……秦楚楚眼中闪着怨毒的冷光……最可恨的是……她的医术士似乎很厉害…… 甚至都被人们称赞为神医了……呵呵……神医……大夫人讥讽冷笑一声……眼底一片森寒……那我们就把她从神医的位置上……拉下来……秦楚楚兴奋的眼睛都在发亮……娘说得对……我这就去把证据交给爷爷……让爷爷抽她一百鞭子……站住……她还没走……便被自己母亲叫住……大夫人望着她……有些无可奈何的叹气……楚楚啊……娘给你说过多少次了……不能莽撞…… 那怎么办……秦楚楚暗暗着……急……她恨不得立刻……马上就揭穿那小贱人的面目……怎么办……大夫人与其危险地拖着尾音……双眸极度危险地眯起……要还击……我们就要一击击中……让她永远爬不起来……记事大药堂内……秦思思照常去记事堂做诊……拿好药方……去药方抓药吧……多谢神医……记事堂的阁楼上……好几位副甲商人排队等候…… 秦思思现在是明白了……秦商影为什么能给她开价这么高了……她专门安排有钱人给她……每个病人诊断一次需两百两……所以她不亏啊……楼道上隐约传来几道熟悉的声音……早就听说京城来了个神医……老夫一直想与那神医讨教讨教……只可惜不知道神医在哪儿……商影啊……那神医真的能将死人救活了……太老爷不幸地说……真的真的……大爷爷……紫苏神医就在里面…… 听到这几个声音……秦思思脸刷得白了……是爷爷的声音……她不会是来抓我的吧……这可如何是好……只呀……门被推开……大爷爷……这位就是紫苏神医……刚走出两步……秦楚楚等人带着老爷子已经走上阁楼……秦商影上前一步满面春风的依依介绍……紫苏神医这位是我大爷爷……紫苏神医久仰久仰……你这是要出去吗……老太爷和蔼地看着秦思思……老爷子直言…… 听闻紫苏神医医术经验……不知神医可否方便让我在一旁开开眼界……秦思思眼角抽搐……她尴尬地笑了笑……有些为难的开口……秦老太爷……改日可好……今日家中有急事……实在抱歉……秦楚楚与母亲暗暗交换眼色……呵……急事……这小贱人想跑了……楚楚快去拦着她……嘿嘿……看我的……秦楚楚嘴角暗暗扬起……紫苏神医…… 我爷爷听闻神医的惊奇手法后……早就想来拜访您了……就不能通融通融……实在抱歉……我家里真的有事……秦思思窘迫的拱手……一心只想离开……想走……哪有这么容易……秦楚楚脚下不稳……忽然毫无征兆地朝她倒过来……扑呲……斗篷掉落……精致漂亮的脸庞露出来……一时间……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……思思怎么是你啊……众人好似晴天霹雳一样…… 完全呆住了……三小姐……你说……你平时任性就算了……你偷偷跑出来坐枕……还弄这么大噱头……大夫人趁火打劫……心里已笑得肠子打劫了……她这一说……老太爷也终于回神了……眼中的震惊……寝客转变为一股难以遏制的怒火……秦思思……你好大的胆子……竟敢无视家规……私自出来坐枕……秦思思双眸瞪瞪圆……一时间竟忘了做何反应……她想为自己辩解…… 这里有很多病人需要我医治……我只是在做一个医者该做的事……话还没说完……就被老太爷抢了去……混账……你知道吗……你做了损害家族利益的事了……把秦家列祖列宗的药方泄露出去……你这不是等于要秦家灭亡吗……老太爷气得怒目圆瞪……秦思思战红了小脸……坚定而倔强地扫过众人……我做什么损害秦家利益了……我只是救了个人……替那些有病痛的人看病……怎么就对我做了个人…… 对不起秦家列祖列宗了……逆子……逆子啊……老爷子气得轻轻暴露……脖子长得像要爆炸的似的……想也不想……就扬起拐杖……啪……狠狠朝他背部落下……手里的拐杖被他捏得咕咕作响……逆子……老夫最后问你一遍……你错没错……我没有错……血一滴滴从嘴角一出……背上很疼……痛得他想流眼泪……但他不能低头……爷爷爷……都说医者父母心…… 难道我要看着那些人饱受病痛的折磨……而见死不救吗……我们学医的目的不是为了扬名立万……是为了解救那些在病痛中苦苦挣扎的人……学医而不用……不如不学……我没有错……也绝不会认错……你……老爷子脸色一再变换……气得浑身都在发抖……秦楚楚眼中闪过激动的光芒……随即道……三妹妹……你怎么能这样……你的意思是说爷爷见死不救吗…… 还是说……我们秦家爱慕公民……贪慕名利……你怎么可以这样说爷爷……我没有错……就算你们今天打死我……我也没有错……秦思思眼里满是倔强的神色……她的大放绝词……如同一记耳光……狠狠抽在老太爷和秦家众人的脸上……气得老太爷直发抖……逆子啊……逆子……老爷子握起拐杖……不管他承受得住还是承受不住……劈头盖脸就狠狠打下来…… 逆子……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……拐杖落下之际……突然一道禁风袭来……挡……这是石子挡在拐杖上的声音……老太爷身子不稳……瞬间被这力道震的跌倒……众人一惊……爷爷……惊慌之际……秦商隐显显扶住老爷子……谁敢阻止老夫……出来……老爷子怒吼一声……眼睛里冒着怒火……胸口剧烈起伏……是我……温润优雅的声音…… 有种浑然天成的霸气在里面……白色衣摆从楼道跨进来……阳光中渐渐清晰的面孔……带着阳春三月的温暖笑容……如莲花般缓缓盛开……走向秦思思……世子殿下……秦思思有些虚弱地看着她……不明白她为什么突然要帮自己……而她在看她时……她也同样在审视她……两道目光在空中短暂交汇……那一刹那间……她有种说不清的感觉参见世子殿下……众人面面相去…… 立即叩拜……都不知道这世子想干什么……白树里谋中续着笑意……似有意让他们继续跪着……先命人去七杯茶……端着茶抿了抿才慢吞吞地勾起嘴角……方才本世子在对面茶楼……正好看了一出好戏……不知三小姐因何事恼怒了秦老太医呢……不急不慢的嗓音富有雌性……似乎每一个语调……都如同朱玉落下……好听的让人心神荡漾……老爷子等人默契地对视一眼…… 略带尴尬地开口……这丫头不守家规……偷偷跑出来闯祸……还顶撞长辈……让世子殿下见笑了……白树里调了调好看的眉峰……看向秦思思……呵呵呵……怎么个不守家规……细解的嗓音……隐隐透着一股让人不寒而栗的危险气息……这老太爷惶恐地看了一眼世子……有些不妙……听这口气……世子似乎要护着这丫头啊……可他一想到这丫头的态度……怒气就不打一出来…… 老爷子温怒着拱手……恕老臣斗胆……这是老臣的家务事……世子殿下恐不便插手……话已放出……老爷子也不怕得罪这位世子……白树里只是微微笑了笑……请老太医的家务事……本世子确实不便插手……不插手就好……老爷子也暗暗松了口气……但他的气还没松下来……白树里又勾起嘴角……可三小姐是本世子未来黄嫂……本世子总不能看着小黄嫂被欺负吧……老太爷眼角出…… 人家太子殿下都不介意……他找什么急啊……世子殿下多虑了……陈等只是在训斥自己孙女……并没有欺负他……说出这话……老爷子已经很汗颜了……总觉得这世子爷是不是管太宽了……训斥也总要个理由吧……白树里仍气定神闲地喝着茶……好似随口一问……却让人有种深深的压迫感……老爷子越发郁闷起来……这世子怎么比女人还难缠……老爷子碍于情面…… 隐忍着怒火……索性实话实说……回世子殿下……这丫头违背了家规……擅自在祭祀堂坐枕……丢了秦家的脸面……也丢了太子殿下的脸面……是吗……三小姐……白树里挑挑眉风……视线缓缓落在秦思思脸上……唇边的戏血蔓延开来……秦思思不服气地扫了一眼众人……扶着书案艰难站起来……绝强道……我没丢秦家的脸……更没丢太子殿下的脸…… 如果救人是丢脸的话……那什么才是不丢脸……强词夺脸……老爷子简直气炸了……差点当场气死……到此时此刻……你还不知悔改……难道你丢脸……丢的还不够多吗……问题是……她悔改什么呀……秦思思扬起下巴……我没错……反正我没错……我也觉得三小姐没错……白树里唇脚微微扬起……唇叛幅起……清浅的弧度……三小姐救的是西楚国的黎明百姓…… 若是秦老太爷觉得……就百姓是错的……难不成秦老太爷对西楚国和皇上……存有什么异心……淡淡的声音……吓得人险些站不稳……这么大一顶帽子扣下来……老爷子等人当即腿软地跪下……世子明鉴……臣等对皇上和西楚国忠心耿耿……绝无异心……老爷子头上冷汗直冒……胡须微微颤抖……是臣等一时糊涂……还请世子殿下恕罪……这世子饶了这么大一个 圈子……摆明了……就是要护着这丫头……看来今天不能再责罚她了……再纠缠下去……指不定还会被这世子扣上更大的罪名……白树里练艳的目光锁定在秦思思脸上……她轻笑一声……缓缓诱道……像三小姐这等……默默为皇上尽忠的人才……老太医是不是应该表示什么……表示……这……老爷子也是暗暗吃惊……转瞬便明白了……思思……是爷爷错怪你了……你不会生爷爷的 你气吧……她轻了轻嗓子……目光落在秦楚楚母女身上渐渐染上寒霜……我怎么会生爷爷的气呢……爷爷年迈了……也是被人挑拨的……倒是二姐姐和大夫人……你们刚才口口声声说……我丢秦家脸……对不起列祖列宗……这又该当如何……尹宛如母女听了这话吓了一跳……哼……她收拾不了这老的……还收拾不了这两母女吗……本以为尹宛如会放不下脸……哪知……她便连比藩书还 不太快……转眼脸上就堆起虚伪的笑……不痛不痒得道……思思啊……大伯母也是一时糊涂……你堪病救人……那是为秦家光耀门霉啊……回去大伯母会好好奖赏你的……秦楚楚可怜地对思思一扶身……三妹妹对不起……是二姐姐错怪了你……我带爷爷和母亲向你道歉……请你不要再生气了……也不要再为难爷爷和母亲了……这招叫已退为尽……既彰显自己的温柔孝顺 又给秦思思扣上了一个……为难……老人的名声……哼……既然她都这么说了……若她秦思思不为难下老人……还真有点对不起自己的名声……乔二姐姐说的什么话……你们都起来吧……我怎么会为难你们呢……我想大夫人之所以糊涂……大概也是有孕在身的缘故吧……大夫人感觉她是在给自己找个台阶下……忙跟着附和……是啊……怀孕了容易犯糊涂…… 思思思你不生气就好……生气……她当然不生气了……因为……生气的人马上会变成他们……看着大夫人跳进自己挖的坑里……秦思思满意地仰起嘴角……爷爷……既然大夫人有孕在身……处理家务又甚是操劳……这万一动了胎气……伤着秦家未来的嫡孙……这可了不得……不如让大夫人好生调养一阵子……暂时将家务交给合适的人打理……等大夫人生下嫡孙…… 调养好身子……再操劳也不迟……她话刚落……就看见大夫人和秦楚楚……两人的脸色……都变了……天哪……交出主母权……这不等于弯她的肉吗……或是太失控……大夫人直接低喝起来……不不不……我能行……我一点也不累……看着自己大儿媳这么急……老爷子也觉得秦思思说得有道理……宛如啊……你可不能急啊……你怀着我们秦家的嫡孙呢……要是急坏了我的嫡孙…… 该怎么办……以后秦家的事……你暂时就不用操心了……安安心心地养胎……这事……就按照思思说的办吧……老爷子皱着眉头……似乎正在思索人选……思思……你有合适的人选推荐吗……秦思思根本无视清宛如的阴冷……恰到好处的道……爷爷……二姨娘温婉贤惠……一看就是块持家的好料子……最有资格代替大夫人掌管家务了……司丫头分析的有道理……那就暂时让二姨娘管家…… 老爷子赞扬两句……欣然同意了……二姨……娘……大夫人指甲死死掐进肉里……秦家……她最感到威胁的就是这个女人了……看着大夫人吃别的表情……秦思思心中暗爽……不自觉地仰起嘴角……大夫人……你怎么了……这表情是不满爷爷的安排吗……话落……老爷子也不悦地扫过来……大夫人连忙堆起假笑……怎么会呢…… 多谢老爷子体谅……我只是身子有些不舒服……就先到辞了……闹了半天……一丝好处没讨到……反而丢了主母权……所以她带着秦楚楚做了一衣……便匆匆离去……而后……秦商营也跟着宋老爷子回府……偌大的阁楼里……就只剩下秦思思和世子殿下……以及她的侍卫一时间……气氛变得异常安静……多谢世子殿下相救……看了她半晌……秦思思还是没想通为什么她要帮自己…… 你真的觉得……本世子在救你吗……轻轻冷冷的声音从她胸腔里溢出来……冷淡默然的视线不偏不倚地落在她脸上……优美的嘴角勾着意味不明的弧度……走吧……这一次白叔里只是淡淡白白手……压根儿就没看她一眼……冷漠的比陌生人还不如……秦思思微微皱起眉头……什么意思啊……难道她不是在救她吗……目送她们的背影离开……秦思思越来越疑惑了……为什么这个世子脸变得 这么快……一会儿……感觉在维护她……一会儿又向她欠她前似的……什么叫真的……是在救她吗……脑袋里思索着刚才那句话……突然她想到什么……双眸渐渐睁大……她这次确实救了她……但是也断了她的后路……恐怕……以后她在秦家连老爷子也靠不住了……那以后的日子……她会越过越艰难……好一个白叔里……她都开始怀疑……她是不是跟她有血海深仇啊……一日……西乡院…… 房间里……秦思思正看着药方……小姐……二姨娘来看你了……正在思索着……门外就响起双喜双宁的声音……二姨娘……她来干什么呀……秦思思沉吟一会儿嘴角扬起……好了……我知道了……二姨娘……名叫王雪柔……小户人家的树出小姐……她将一堆礼品推出……轻腻地含笑……呵呵……听说三小姐受了伤……二姨娘特地来看看你……顺便给你带了些点心之类的…… 秦思思也不推剧……笑盈盈地品了口茶……意味深长地开口……二姨娘……难得来西乡院……真的只是为了送些礼物吗……王雪柔嘴角一抽……本来她还不知该如何开口的……既然她先开口了……那她更没什么好顾忌的……她谨慎地扫了一眼门外……见双喜那两个丫鬟都不在……才连起笑意……三小姐……你我都是明白人……二姨娘就不和你绕弯子了……二姨娘暂时掌管了秦家权力…… 这都是三小姐的功劳……所以……三小姐日后有什么需要……尽管跟二姨娘开口这番话……乍一听只是客套话……但秦思思明白……王雪柔这是要跟她结盟的意思……优美地唇扮扬起……秦思思也笑意绵绵地客套……二姨娘说的哪里话……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吗……爷爷将秦家上下交给二姨娘打理……一来是因为二姨娘贤惠……二来是因为在孙子辈中……二姨娘是唯一位秦家 家产下男丁的姨娘……她这话既是提醒也是暗示……而这个道理……王雪柔岂会不知……她身子僵了僵……尴尬笑笑……姨娘会的……三小姐还有伤在身……姨娘就不打扰了……好好调养着呀……东香月……噼噼啪啪……桌上的茶具……被狠狠摔得粉碎……贱人……夺了我的掌权……还敢和王雪柔勾结在一起……大夫人指甲深深掐进肉里……脸上阴云密布…… 一副要吃人包皮的模样……看见母亲这眼神……秦楚楚也有些害怕……娘……如果双喜的消息可靠……那小姐人真和王……雪柔勾结……咱们该怎么办……秦府谁都知道……那王雪柔母子二人生的爷爷和爹的宠爱……现在又有掌权……父亲很有可能会抬王雪柔当平妻……秦思思……王雪柔……大夫人咬牙切齿的……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……秦楚楚 秦楚捏紧捏紧拳头……眼底泛着歹毒的光芒……娘……我们为什么不直接找人做了她……不行……大夫人眼里一喝……那小贱人是太子未婚妻……若是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在秦家……一定会引人怀疑……这样人不行……那也不行……难道娘就看着她欺负女儿吗……秦楚楚焦躁地跺脚……娘当然不会啊……大夫人拍拍秦楚楚的手背……殷逸的眼神如毒针一般蔓延……她不是和王雪柔 结盟了吗……我倒是有一个妙姐……定能离见这两人……还能让她们永无翻身之地……几日后……秦思思外出出诊回来……小姐……你可算回来了……秋菊焦急道……小姐……你猜得果然没错……双喜双宁果然有问题……她们先拿着一盒这个放进小姐的房间里……又藏了一盒到二姨娘的北香院……我是趁她们去北香院那会儿……从小姐房里偷出这盒东西的……可是北香院有十几个 丫鬟把手……我没有办法进去……所以拿不出那盒东西……说着……秋菊将手里的十盒子递给秦思思……秦思思轻轻打开十盒……这是一盒糕点……还有一盒花瓣……秋菊疑惑了……小姐……她们为什么放一盒糕点和花瓣在你房里……因为这是一盒有毒的糕点……而旁边的花瓣就是剧毒……不用闻秦思思都知道……这糕点里面加了家族桃花瓣……秦思思放下糕点……脸上一派沉重的阴影 买……加了家族桃花瓣的糕点……闻起来很香……却是有剧毒的……家族桃的叶……屁……花朵和果实均含有剧毒……尤其对怀孕的女人……有兴奋子宫的作用……服用后可以导致子宫的收缩加强加快……从而导致滑胎……秋菊急得在原地转圈……啊……那咱们现在怎么办……要不……咱们把这个东西丢了吧……不行……秦思思眉头越粗越深……同样也很着急…… 你说二姨娘那里……也有一盒……而且是双喜双宁正大光明放进去的……就算咱们把这一盒扔了……那双喜双宁还是咱们西乡院的人……到时候出了事……所有人都会认定是我教唆他们这么做的……小姐……不能扔……那咱们怎么办啊……到时候咱们怎么说也说不清啊……秦思思头疼的柔柔太阳穴……现在已经火烧没毛了……相信大夫人很快就会中毒了……到底要怎么做……才能撇清自己的嫌疑…… 咱们先回院子……回到院子……我再好好想想……秦思思收起盒子……脸色沉重的……有些苍白了……东厢房……啊……远处飘来一声嚎叫……可恶……看来大夫人已经中毒了……母女两人又开始演戏了……越是时间紧迫……她越是难以冷静下来……老太爷冷冷扫过王氏脸上……盛怒地一甩袖袍……王氏……亏我这般信任你……将秦家上上下下交给你管理…… 这才一天……就出了这么大的事……你难辞其咎……王雪柔母子疑惑不已……这这这出了什么大事啊……为什么他们一点风声都没听到啊……老太爷……我……就在这时……秦楚楚身边的贴身丫鬟春桃……从房间里捧着一个小盒子出来……这是在二姨娘房里找到的……老太爷……您看这是什么……老太爷和秦楚楚对视一眼……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……这里面果然装着一盒糕点…… 拿起锈了锈……这糕点里面有夹竹桃的香味……放下糕点……老爷子脸色渐渐沉下来……太爷看着二姨娘……脸色越发阴沉……人脏病祸……雪柔……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……王雪柔的脸色瞬间苍白了……当即跪在地上哭诉……老太爷……我是被冤枉的呀……老太爷……你要相信我呀……我知道是谁想陷害戴夫人了……是秦思思……今天有丫鬟给我禀报过…… 说我们外出时……秦思思让丫鬟送过一盒糕点……老爷子想了想……越想越觉得秦思思也有嫌疑……!怎么办……怎么办……秦思思在房间里急得团团转……我该如何自救……